餡餅放上煎台 煎到兩面金黃起鍋之後 客人一口咬下 爆出濃郁肉汁 老闆羅永鑫 堅持手工親自揉麵糰 為了讓餡餅的口感能有嚼勁 使勁力氣揉捏麵皮 滿滿內餡放入麵皮 採用直線式皺褶包餡方式 這家會在台中公園的北方麵食館 老闆揉麵糰相當有力道 他過去還是一名揉到國壽 我是突然退役了家庭的因素 剛好到我要在進階的這個階段 需要工作 羅永鑫學了將近20年的柔道 巔峰時期曾代表國家進軍奧運 無奈家境困難不得不放棄 還好遇到一生中貴人 傳授麵食手藝 柔道國手改柔麵糰 手工餡餅打響名號 他也不斷鑽研新菜色 德國豬腳也是店內人氣的料理之一 爐到入味的豬腳用刀化開 再搭配東北酸菜跟綠蒜頭 還有這一鍋酸菜白肉鍋 也是店內招牌 湯頭中放入天然發酵的酸菜 清爽又甘甜 搭配油脂豐美的白肉 不少人一吃成主顧 很濃郁很棒 然後他的酸菜真的是很入味 柔永鑫創業有成 不惜開麵食罐打開知名度 還跨足牛排 還有台菜等料理 經營版圖不斷擴大 就是因為運動員都有 不服輸的心理素質 有時候不管是工作 或者是讀書或者是運動 其實都是需要 你要需要有很大的堅持 柔永鑫卸架黑帶 改穿起圍裙 秉持賽場上的堅持信念 轉換柔道一樣闖出一片天 進行我劉淑淑玲才柔道